26号基地组织分支伊拉克伊斯兰国宣布 这些导致155人死亡的灵魂爆炸是他们制造的 6点27号将波黑赛族前领导人比里亚纳普拉夫西奇释放 普拉夫西奇随后离开瑞典 普拉夫西奇素有巴尔干铁娘子之称 他在1996年当选为波黑赛族共和国总统 2003年普拉夫西奇被前男刑事法庭 宣判在1992年至1995年间的波黑战争中犯有反人类罪 并判处其11年监禁 她是第一位接受该法庭审判的女性 被判刑后她本人提出希望能在瑞典服刑 前男刑庭在与瑞典政府磋商后同意了她的要求 上个月前男刑庭批准提前释放 今年已79岁的普拉夫西奇 再来看一条波黑赛族前领导人卡拉基奇收成的消息 联合国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简称为前男刑庭 首席检察官布拉木慈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如果卡拉基奇执意不出庭庭审 那么前男刑庭将指派一名律师为他辩护 无论如何审判都将开始并将进行到底 由于宣称自己没有冲突时间做准备为自己辩护 卡拉基奇缺席了26号和27号的庭审 日本首相纠山游记夫27号针对日本防务大臣北泽郡美 有关让印度洋上的自卫舰舰艇 为在从马里附近海域打击海盗的各国军舰 补给燃油的提议表示 他本人并没有这样的想法 他认为在印度洋上进行燃油补给 与在从马里海域打击海盗的活动并不是一回事 他本人并没有转变印度洋上自卫队任务的想法 日本防务厅27号公布日美两国对去年11月试射海基 拦截导弹失败的调查结果 称发射失败是因为弹头轨道和姿态控制装置发生故障 去年11月20号 日本海上在美国夏威夷附近海域试射标准三型海基拦截导弹 此前海上自卫队从于2007年12月试射标准三型导弹成功 但第一次试射时美军事先通报了把弹的发射时间 而第二次试射却未实现通报 完全是以实战方式进行 据朝鲜中央通讯社27号报道 一名韩国人26号越过朝鲜东部的军事分界线 投奔朝鲜 朝鲜中央通讯社说 这名投奔朝鲜的男子叫江东林 他目前受到朝鲜相关部门温暖的照顾 而他本人也为自己的愿望达成感到很高兴 报道说江东林今年30岁 来自韩国全罗南道 曾于2001年9月至2003年11月期间 在韩国军队第22师服役 退役之后 江东林在韩国三星半导体公司任职 辞职后他曾在一家养猪厂工作 目前韩国军方和情报部门 还没有就朝鲜的报道予以证实 朝鲜战争1953年停火之后 美国代表联合国与朝鲜签署停战